放下当红作家的包袱 变身平凡的全职妈妈 在文艺界享福盛名的许慧山不曾停下脚步 无论在报章写专栏 或是在脸书贴文 许慧山一直以自己敢怒敢言的方式传达想法 供大家思考 甚至在几年前投身社区服务 为的就是创造更美好的教育环境 许慧山在2013年创立了47号客室 打造有别于传统的教学环境 更为注重身教的课余学习空间 在这之前 他也像一般人一样 只用文字和他人做思想交流 然而他发现大部分家长的教育思维 依然困在封建框架之中 因此依然决定付诸行动 踏出社区服务的第一步 我觉得应该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是我真正做看看 真正做看看说我讲的 我想的 我思考的 我在网上跟别人讨论了 我在报章上去写的专栏里面 这么多看起来很理想的东西 当我做的时候是不是这么理想 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是我要改变的话 其实应该是从很社区的那个部分去改变 他坦诚社区活动是相当费时费神的工作 索性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妈妈和他共同经营这不起眼的服务 他们的想法非常简单 就是希望能给社区带来一些改变 一开始做的时候 它其实只是一个理念来的 你相信什么 我们只要改变很少的人 这些人会慢慢地去影响更多的人 然后这几年也是还有很多其他的组织在做 做不同的东西 有些是推亲子的 阅读的 有些是推大自然的 这些其实也就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大家一起做 然后整个社区就会好 另一个热衷社区活动的原因莫过于他热爱这片土地 希望借着自己小小的付出 为孩子创造更理想的社会环境 这个对我来讲说 就是我爱这个国家 而我爱这个国家其实起自于我爱我的家庭 我爱我的孩子 所以我相信的是说 我需要留给他们一个比较好的未来 可是什么东西制使我们一直想要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它背后有那个推动力 就是希望改变 从小的那个部分就一直在做 做到其实你看不到的20年后 它一定会有改变 那改变其实会很大 现在看到的改变很少 可是20年后我觉得看到的改变会很大 经过大家多年的努力耕耘 47号课室如今已经是当地极具影响力的教学组织 看着学生们健康成长 许慧山觉得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同样的 我们小小的贡献也能给社会带来正面改变 全民团结付出 必能营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NDP7 陈卫恒 专题报道